好继续来看到第九河川局在玉里镇公所的中正堂来举办111年度中央管河川种植申请案件稻箱服务 即阳城防治及连政反汇选的宣导 除了协助减轻农友们的负担同时也提振联能缝气 第九河川局在玉里镇公所中正堂举办111年度中央管河川种植申请案件稻箱服务 即阳城防治以及连政反汇选宣导 除了协助减轻农友们的负担同时也提振联能缝气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表示 南北超过100公里 因此特别安排下乡的服务 除了宣导以河川种植进行洋城防治措施 帮助空气清净与改善 同时也针对河川种植许可申请协助办理案件展期 减少南区农友来回奔波的辛劳 亦里公所表示如果发现贪毒不法情况可以向第九河川局阵风市或连政署提出检举建构透明清明爱民的连能政府确保花莲好山好水的美好环境 接着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